取材大自然,展现一草一世界,一树一宇宙的自然能量 知名版画大师,钟友辉教授,这次以自然能量万花筒为主题 展现对自然的一草一幕,在版画创作中所绽放的自然能量 运用大量的缤纷色彩,让美副作品犹如万花筒一般来呈现 而钟教授在创作过程中,以1991年到1992年之间的转折变化最为明显 1991年创作的一个作品呢,有非常的特别 因为呢,这时候正当他面临一些人生重大的抉择 他想在工作或者是自由创作上这个两难来做抉择 所以这一系列他的创作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从作品上看到 很多呢,这些有想要变动的那种思绪在里面 譬如呢,他把撕裂的那些纸张呢 然后那个叠放在这个创作上 就代表他纷乱的一些心情和不安的情绪 然后还有一些重重的一些色块 就代表他面临这样很重大的压力,层层的堆叠着 然后呢,这中间又有一些曙光 透露了一些希望 然后呢,他也希望说,他的改变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创作的空间 然后所以他在1992年呢,他真的就是辞掉了他的工作 完全奉献在台湾的版画教育上 然后呢,让他之后的作品呢,更有更崭新 然后很缤纷,很幻化 然后很华美的一个绚丽的色彩 然后他主要都是用一些叶子、草 然后大自然的这些素材 然后来创作 让我们非常的耳目一心 那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呢 来我们研程艺文中心来观赏这一次的画作 宗教授的版画创作 可以说与台湾的版画发展、息息相关 也带领台湾版画与国际接轨 而为了这次的展出 还特别以古董车来创作版画 可以说是相当惊艳 展期直到9月20号 欢迎民众前往高雄严城艺文中心欣赏 法界新庸杨志冲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